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陆外交部长王毅14号 应约跟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来通电话 王毅现在表示 近期中美陆续进行一系列的高层接触 双边关系出现只跌气纹的势头 受到两国人民跟国际社会的欢迎 希望美方跟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 以巴大战 现在以色列扬言要出动36万名的兵力 全面进攻加萨走廊 要求加萨北部的110万的居民 要在24个小时之内要撤离 避免成为人肉盾牌 但是民众大举逃难的同时 却发现炮弹持续从空中轰炸 击中车队 带您一起来知情 加萨天际再炸出火光 持续轰炸的以色列 要北加萨的居民 限时一天内撤离到南部 因为乙军要对加萨展开全面进攻 报复哈马斯 乙军的坦克在加萨边境呼啸 36万人的地面部队会随时 从北部进攻 被下令撤离的110万北部民众 得越过40公里来到南部 民众大包小包抱小孩 扛心理 能带的家当都带上 更拆掉后车厢的门 让更多人能上车 民众情绪激动 更有人说要死也要死在老家 因为在路上一点也不安全 乙军即便开放平民撤离 但无情炮弹 持续从田敞轰炸 目前已经有数十人在半路 遭炸身亡 加萨的救护车半路遇袭 女孩失声尖叫 民众马上跳车逃命 伤患都来不及救 巴勒斯坦指控乙军 公然袭击救护人员 而此时加萨的意愿大爆满 外面挤满人就像炼狱 来到南部的意愿 人也满到室外 疏散与否都是问题 如果听话撤离 等于是对伤患判死刑 面对乙军进入加萨的地面行动 当地居民绝望至极 就算车到南部 能不能活命 还是未知数 记者综合报导 获得伊朗撑腰的 黎巴嫩真主党 在15号就宣布了 炮击争议边境地区的 以色列阵地 而同时间 以色列跟真主党 巴勒斯坦盟友 哈马斯的战局 持续升级 以巴冲突升高之际 现在以色列很担心 边境遭到渗透 当地时间13号 轰炸黎巴嫩南部边境 但是却波及了 一个外媒的记者团 其中导致有一名 路透社的记者是不幸罹难 甚至还包括了法新社跟半导电视台 有6名记者受伤 半导电视台对此表达 非常的不满 而另外一方面 BBC也指控 以色列刁难采访团队 但是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说法 说除了表示遗憾之外 也说战争 什么样的事情 都有可能会发射 人在以色列大臣特拉维夫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主播库博 在现场直播时 遇到了空袭警报 并且目睹铁穹系统拦截飞弹 而爆炸声音之大 也让这位经验丰富的主播 吓了一跳 各大媒体人员为了带给观众 最新的一手消息 纷纷进入烽火连天的战区 看似也不幸发声 一声巨响 随后一声尖叫声 画面一片模糊 这里是以色列及黎巴嫩的边界 以国国防军13号开始朝此地 展开大规模轰炸 悬入前线的国际媒体记者 也遭到波及 正在进行战况直播的 路透社摄影师阿布杜拉当场遇害 并有分别来自法新社 和半岛电视台的 六名记者受伤 半岛电视台对这次空袭 造成同人受伤 表示完全无法谅解 因为这些记者进入的地区 都是事前获得 以国允许进入的范围 表示是安全的区域 却一样遭到轰炸 有记者就指控 这是以国刻意针对的行为 不过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表示无意伤及无辜 并且会对此事件展开进一步调查 不只这样 英国BBC电视台也指控 以色列警察拦截并袭击其采访团队 这支阿拉伯与采访团队乘坐采访车 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家饭店时 半路遭到警方拦截 尽管车上帖有明显的媒体标志 记者们也都穿着采访背心 人被要求全员下车 并被推到墙上盘查 一位记者试图拍摄时 手机还被扔在地上 警察甚至袭击他的警部 根据统计 已经有十位媒体记者 在这次以巴冲突中丧身 而以色列对待采访真相的记者 目前已经被媒体放大检视 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焦点持续要来关注 这是纽西兰的国会大选 在14号的时候落幕 中间偏右的在野党 国家党得票率将近四成 将成为最大党 渴望和另外一个右翼小党 纽西兰行动党组成联合政府 现任工党总理西金斯 他已经致电给国家党党会 卢克森承认败选 卢克森曾经表示 执政之后将会考虑到 纽西兰是否会持续参加 澳英美三方的安全伙伴关系 因为先前这项议题 已经被讨论过多次 好 行动党现在被视为 是友台的政党 政府党会揭示 纽西兰国会跨党 友台小组的成员 好 持续来关注的是 以巴局势 现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波瑞尔 在这两天访问北京 跟大陆的外长王毅来会谈 除了对中欧来深化合作 进行讨论之外 也都对巴以冲突 来发表看法 现在波瑞尔就批评以色列 要加萨居民24小时撤离 是不切实际了 也发表对联合国 对以巴两国方案的看法 下来听 但是一千万万人租 租车到北京 在24里的距离 是却冲 只能不能租 чтобы租车到河里内 很短的距离 特别的距离 尤尤尤其做法 是任何做法 的产生 向运动 我们的时候 这些预讯 是非常合理的 I have to know, but they have to give more time in order to make it possible and not to create a non-humanitarian situation. The two-state solution is not the solution for tomorrow. We are facing critical moments in Gaza, and we cannot say that the problem in Gaza will 第十二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目前在北京已经结束了 针对记者问到尾巴局势 大陆外长王毅就表示 这一回的冲突已经导致了 大量平民的伤亡 人道局势急剧恶化 中方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 王毅指出目前冲突的根源在于 现在巴勒斯坦情势危急 而巴勒斯坦没有真正能够实现独立建国 解决的方式就是两国方案 就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这样才可以实现巴以和平共存 他并且表示中方会派特使前往到中东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